在小小的城市里面 可我消息发给他半个小时了 他都还没有将钱找过来 不是吗 他们安安那么久 我正想不到 要不要打电话去破坏他们的气氛 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我出 柳无言出车祸死了 让我过去领头尸体 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 我第一时间跟收买名票的销售手 让他提我留几天 我出一晚私事在附近 然后再让出一帮我买几天 还好两点得着过远 半点时间 我去到了事发地点 但老远 就看到一堂城 跪在柳无言的尸体后 哭得死心裂肺 不知道了 还以为他才是死者的丈夫 我往前走了警察 警方看到我 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 问我尸体要怎么处理 柳无言死撞粉彩 我看一眼就想吐 干脆转过头不看 直接烧了吧 不想在这种出轨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我选择了最快速的呼唤 不行 不行 一旁的一堂城听到后 着急了 说什么都不肯让柳无言的尸体呼唤 你那么喜欢 呼唤我会送你吧 一堂城听到我这么说 跳起来执咒的鼻子慢动 你有没有良心 柳无言死了 良心 小三 有什么资格讲良心 出轨的人不被替良心 我刚骂完一堂城 就看到一旅魂魄 从柳无言的尸体飘起 我一看 是没有尸体的柳无言 他的魂魄看到我在围单一堂城 服役地皱着眉头指走我 我有些震惊 看到柳无言的魂魄 愣了一回 就被一堂城当场心虚 他拿着一堂魂魄 将我转到警察面前 警察同时 我说 车或是他躲到车 警察有些无奈 我打断了他 看了眼一堂城 如果没有证据 你这就是无套 我可以起座 一堂城咬着牙 怎么也避不住自己的勇气 我觉得我去 好想提醒他 我建议你请不要过去 整理一下柳无言给你的东西 我断了断 毕竟 那是我害柳无言的魂内财产 我和福岛 才是柳无言一闪的魂一级成人 易先生 猜猜我们公园 把那些用在你身上的前面回来 一直不断出气的一堂城 脸上的空气 不断的一下子都遁住 警察进一堂城安静下来 赶紧让一旁站着的男警察 把他扶出去 一堂城离开这个房间 刘无言也想带着出去 危急的是 他刚走到文康 去了一部闲的那辆车 有个雷的消防骨骗 机械上 这里有无视的后室就交给他们 待我过来的警察和我说着 我想在来找我之前 他们应该已经调查过 刘无言的车位 确实是远了 所以 他们只是在带我过来的后室 为了危险了刘无言的巡查的事情 却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没醒着去看刘无言那照片 更恐慌 还是出了车口的脸 血肉模糊 我怕我做个梦 打了电话让主力和律师 来出门之后 就去离开了 你也怪了错 虽然让刘无言去幼儿园见父母 但我还是 我先不放心 虽然想没有慢慢的陪伴 父母就格外念 我担心我不在他不停睡觉 慢慢收拾 和警察局确认 主力会迅速感染之后 就去了机场 赶紧做了最近的一堂后室 确认了 刘无言他 似乎不能离开我 看着飘在飞机等上的蜂蜓 我忍住一夜 这样的话 那就好不容易了 刚下飞机 我就收到了 有办法来的视频 视频里穿着看爱睡意的父母 一双黑葡萄眼睛 叉快叉快叉快 却走到我都睡觉 还一直喊着爸爸 但是有妈 说警察后面爸爸在看 让他和爸爸说话 他才不爱关注起身 对着警察 勉强不出一个笑话 爸爸 父母想和爸爸一起睡觉 爸爸回来好不好 父母今天五岁 明年就要去上小学了 但话语言 还是有明显的男生的气 听着 就叫人希望呼吸 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处理帮我安排的车 不到一个小时 就回了家 两妈带着福报 听到我回来的声音 福报后 他可能会看得见 我抱着福报两位 带着他回到房间了 他睡觉 又给他念会本身的故事 许久才把他哄睡着 照顾福报的时候 我偏了一眼 刘无言一直都坐在福报房间 或者本地的窗台上 平日了 也许是因为不行 所以对于福报 他也没有付出 我偷偷回来 回家的大部分时间 都不够回复 所以 在我们的福报睡觉的 这段时间 福报没有一下 听到我妈了 我听到他喃喃的声音 他在说 为什么福报 都不找妈了 我觉得可笑 瞧着福报快想 睡在床上的样子 起来请他就回到住 我没准备到待会儿待机 都在床回后 就开庭 福报出生到现在 已经不够了 整个年 你有没有一个福报警司 你是陪着福报去 有没有 还是和福报睡觉 你还想让他怎么念着 福报被家里的司机 都迷连熟悉 我看着他 我和他结婚十年 他和一等生在一起三年 那个半途女的 那位提问的后对是 骨子里安静许久 他脸上全是惊弱 没有一点平时 刘总的样子 你们看到我 没有回答 只是想看个傻子 看着他 刘无焉叹了空气 走到他的树桩台前坐下 确定在镜子里 看不到自己后 又呆愣了机会 失笑一声 双手管在手前 怎么刘总连死了都离不开我 在发现两个月和一等生在一起 我就提了离物 但他不同意 给出的理由 是他离不开我 福报离不开他 然后就是各种光流的申请 最狠的时候 我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但我没有他和一等生 在一起的关键证据 因为一等生是他的助理 就算是两人同经同处 也没有办法 也挺好的 不回家 不找事 还得钱 所以我开始在福报的楼下 购置不动产 开始继续经营组 我还没等到柳无焉 我也在几年前离世 也就是说 柳无焉所有 我们都没有过多地交 柳无焉尸体的狂团成了水 还有柳无焉尸体 被送进狂团的尸体 在不远处的狂团 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走到过来 就看到了自己 没推进狂团团的尸体 你就一点不能 他的生命有一些门 见我心中过后 喝了一种咖啡 他的眉头等了痕迹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喝完最后一口咖啡 我就去福报的房间 叫他起窗门 他还需要去友人 得不到我回答 柳无焉有些专门 不断跑到我身边 他也都生意不吃 急不大 当睡醒的福报 听不到他烦人的什么 顶着一双睡一目的眼睛 在我的怀里心里缓快 慢慢 我今天要带好多历史 去分点朋友 习书的时候 福报也忍不住说 我笑了眼睛 当着福报 去找了他 想要带去学校的课 但是 赛道了他的书包 送到福报 在先生的律师 居然会放车 我去了两边的公司 也无焉一带着生气 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在偷边坐着 双手抱在胸前 当然也有可能 是在期待一会 和一层城的肩膀 但他要失望我 仍然对于一些东西 你男人要吃得很多 就不用看轻一点 等于私下 我没有看到一层城 柳无焉的林秘书 林秘书就知道他的事情 也见到我们这边律师的地方 知道 王国爱做什么 都是失去的 帮我安排好了下午两点的会儿 林秘书带着我进安库 柳无焉的办公室 秘书现在这儿坐后 我把文件拿过来 说完又拥有了一会儿 走到一个文件柜前 推开办公室 并处理面隐藏的一个卧室 让你感觉比较累 你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卧室里买着一张大床 还有技术的衣柜和浴缸 我准备 想到柳无焉和一趟车 可能曾经在这儿坐过什么 我就没有了待下去的性质 或者说 这个办公室 都有可能坐过什么 抬手擦了擦鼻腱 我还是和林秘书 一起去的办公室吧 一直安静的柳无焉 也没远处死死定中 我看到他们算是 是一个秘书带来 我让秘书看到 赶紧在前面带来 我看了小文件 和我的助理员程 咨询了一个专家号 直到中国 柳无焉一直到 我想要做什么 我跟着林秘书 去公司石头吃饭的时候 柳无焉就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说起来 17岁小时 18岁小脸 23岁结婚到现在 我也是第一次监视到 柳无焉挑挑的样子 齐摩达呢 怎么可以把我的股份卖出去 你这个见面 这都是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 柳无焉的出身 这不算是小客 现在的公司 全是自己能力屏幕出来的 算是同胚中的脚脚之后 可是工作第七年 他说过我 看林秘书去帮我打翻 我才会了他 现在这些是我的 说完未来的解释什么 柳无焉明显冷准 一双眼睛得个痛苦 齐摩达 你不得好死 事故犯好 稍微无胸就到了下午 我还没走到会议室 就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是一腾成 我靠在门口 回过头看了一眼 齐柳无焉的方向 看着他眼底闪过期待 就觉得好笑 真是预处的功能 各位不动 一腾成的声音传了出来 柳无焉想要进去 一边边骚拾过 但我就是隔着不进去 我不进去 柳无焉也没有办法进去 只能和我一起 听着 柳总已经离世 一腾成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出来 我怕他坏了我的事 你就不再齐柳无焉 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腾成 好巧啊 听到我的声音 一身白色西装的一腾成 身子一颤 各位不动好 没有理会他 我对着已经围了一圈的 鼓动们打招呼 看一腾成 还站在我要坐的位置前面 我自顾自拔 拿着的功能包放在前面 对着一腾成挑了挑眉 一腾成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一腾成算不上聪明 他也藏不住事情 所以 看着他眼底 我就能看出来 他想要做什么 就跟三年前 他和柳无焉 第一次出去开封后 再看到我时候 眼底的博弈和条件 现在也是一样 就一眼 我就知道他 想要联合这些鼓动 用柳无焉的股份 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 不过柳无焉是个瞎子 一腾成眼底的算计 被他忽视了个轻 倒是一腾成 看他旁边那个徐祖 切切的目光被他给看到 就这一眼 柳无焉就心疼得不行 跑到我身边 就想要用他杀人的目光 换了 请我答 你好好对一腾成 不然就算是下地狱 我也要拉着你一起去 地狱 我没有理他 偏了一眼 徐总发扶的神区 一腾成这样吗 当真不行 我也知道一腾成的情况 在座的一处 谁不知道一腾成 和刘无焉的事情 现在的一腾成 就是一个名皇子 藏手山芋 稍微有点脑子的 就不会去战手 这样来看 徐总虽然身材从心 但好在好色 愿意为男人花钱 将一腾成 往旁边起来起 我把椅子拖了过来 坐到了椅子上 今天我来这里 是想和各位聊聊 林毕叔脸上神死了一遍 说到车祸的什么事 在公司创立 没有一腾成登场 要是一腾成的谷 睫毛不断颤抖 我对柳无焉的公司 这些都不熟悉 咨询过后 准备将柳无焉的股份卖出去 股东们为柳无焉公司 做出的贡献 我也一直记着 所以我会优先考虑 将股份卖给股东 说完从包握里 拿了一点我助理的名片 交给一腾成 勾了勾纯 麻烦一助理 帮忙把这个名片 给每位股东一份 开始在我面前 一腾成还担心 柳无焉偏向我 收敛一些 但没过两个我们的东西 两行不了 顶个辫子 别为难一助理了 说完 就让自己身后 点湿了一下 我给大家三 这五十五的股份 抛手出去 说着 我站起来就要走 走到门口 又停下轿 回过头 看着一腾成 一助理记得 我和你在警察局说的话 我会找你要回来的 你可要赶紧整理好 说完我们提着包包 就离开了 内部一道成绩的雾烟 但我无焉成绩的证明 一步离开公司 车上 无焉坐在我身旁 看着我下了狠气 要将无焉摆出去 你要让一腾成绩 他总算是放弃了挣扎 放过了什么 把他 直到手不留气 但我自觉对你还算是不错 只算是你求情 你无焉摆你飞机 你别再争备一腾成绩 飞机是无焉最开始的火候 也是无焉火力的见证 如果刚刚我没看到他 只看到了带他出新回忆的证明 我低着头 看着手机里 幼儿人老师发来的视频 视频里 福宝从报告里拿出饮食 一个个分给小朋友 小朋友们兴奋地围成一个圈 将福宝圈在中间 他们唱着歌 转转 福宝在中间 效应双眼睛 逼成一条风 开心的故事 刘伍延没有动作 走过来也看到了福宝缓缓的无量 他还想说出很欢迎的 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一边被打扰了 手机里福宝缓缓缓的效率 四季的车在别书前停下 刚下车 我就看到了匆忙赶回来的车位 朱莉梦的部分白胶 现在眼底也都是疲惫 像我刚刚给出去了一件文片 我会有些兴趣 今天年终枪翻倍 说王拍了拍他的剑 转我骨子里走 听到年终枪翻倍 朱莉明先脸上 多了几个精神 他赶紧走到狐狸来 将迟迟的虎化成命 和死亡证明拿出来 这些我已经交到律师那里中 那边正在为你和小姐办 换个手续 我拿回来看了他 虎翼王六五眼座的那个大人沙发上 扔了过去 这段时间幸福你了 说着 我将今天的事情和他说了一下 刚说完 朱莉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 得到事业后接了起来 开了免提 对面的女生带着几条送船 告诉几组 他手里的工夫不要 人的声音 安倍似漏气 是徐总 我拿了一杯水送到船边 这个时间灯 这个游击 一头城倒是吓得去嘴 我没有答应下来 让司机收拾收拾 就去接父母 在幼儿园门口 已经等了不少家长 也听了不少号车 福宝上的幼儿园 是一所私立幼儿园 因为我们看不到 设计的交际圈 都不会有痕迹给他们了 我对着之前接父母 认识的家长过 打了他招呼 福宝一个同学的妈妈 笑明明坐到了身边 今天我看到了在贝贝 吃福宝带过去的那份零食 我瞧着他挺喜欢的 能不能麻烦你用个链接 贝贝贝贝贝贝贝笑得很快 我很快就把链接发到他手机 贝贝妈妈很快打电话 贝贝贝贝贝贝贝 笑明明给我做费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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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现在又没病 脸色黑得比海带还要伸几分 看他黑一脸 我的心情好得不行 和柳如烟相恋多年 结婚又这么久 我向来是最知道怎么刺他让他躺的 我以为还需要让他当ATMG 我总是尽量不去刺他 但现在不一样了 没有了不顾忌 就不再担心了 一放学 福宝就跑到我面前 抱着我的手和老师说再见 回到车里 福宝的小若手 不断在空中挥舞着 报告将今天发生的趋势 不过 福宝长大眼睛看着 今天安娜说 大家都是有买买买买的 可是我只有买买 为什么 福宝的有机率 并没有没有去看不及 仅仅是好奇 我送了一口气 从福宝出生 就做好了打算 所以 尽管柳如烟 你会往回来见福宝 但我总是不愿意 让他看 就算是看也是 跳着福宝睡觉之后 让他去看 因为福宝长大一些 柳如烟的爸妈去世后 他总是忙着陪着一等城 就更少回来了 所以 福宝是真的没有对爸妈的影响 一放在柳如烟看着 似乎很期待我会怎么说 我不是掉他 犹豫了一会儿 决定 将事情不是告诉福宝 和一般小朋友不同 福宝稍微有些怎么说 更乖巧都市 我更想和福宝 一半家长半母国产 叙述不出来 说实话 中途说道 自己发现六 不焉想要伸手 这个特定张 我的机率还会再乘十五倍 十五倍 我看看行不行 那我们就来看 怀里 但是爸爸有福宝 福宝抱住我都不 福宝不会伤害你 不笑了出来 紧紧抱了抱头后 我在车里待了一会儿 柳如烟也全程听着 或许从来没想过 他所做的一切 换个角度 会变得这么残忍 柳如烟也没有再发出声音 柳如烟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有些烦人 毕竟在车里待着 仅仅是因为 我想自己独处一会儿 并不想 听他任何的忏悔和抱怨 我推开了门 自顾自离开了 柳如烟没有动作 但随着我的离开 被无形的力量牵扯着 也只能跟随着我 就这样 很快到了第三天 送福堡去幼儿园后 我又一次来到了 柳如烟的公司 林毕叔 接到我 直接就去了会议室 来之前在车上 我已经和助理了解 好了情况 虽说柳如烟的公司 发展得不错 但这三天打电话来 给出的条件最好的 是许总 那次打完电话后 许总又打了一次 电话过来 提出了更好的条件 柳如烟虽然知道了 我的打算 但这次并没有 回原本样 想到刚刚助理 给我发的消息 我没有回应柳如烟的话 我也行之地 推开了卫氏的梦 不知道看到卫氏 在那一切 没有无言还会 对着义统成行吗 卫氏的梦 被帮了推开 第一眼 就看到了 坐在了徐总城 的义统成功的义统成功 那原本的阳光 还离他学习惠惠惠 现在的义统成功 穿着喜爱 完全是要讨好 徐总是业内 除了迷信不保余 徐 他爱我猜测的是真的 两人 是真的 在上次开完回后 就纠缠到了一起 徐总第一次打电话 不讨厌 是义统成将他 伺候的舒舒服服 看出一身修衍西装 进到会议室 义统成太了太吓 炫耀的意思 明明光光摆在面前 又不光看了一眼 跳脚到义统成身边的 雲烟 这些日子里 已经见过了太多的 无言变脸的样子 我已经不会有惊讶 将义组推开坐下后 我扫射了一眼 在座的个人 这几日 我们这边接到了 不少电话 几分吧 我决定将 五分摆地虚掌 说我从朱里收留 拿过早就找律师 里出来的河童 递给徐总 越队没快 徐总的手 从义统成的大队上 拿了起来 翻看了好几下 去让好河童里的条件后 签好了字 机总合作不快 刘乌烟早就已经有几日 灭入死灰的躺躲在地上 听着周围嘈杂的声音 我能隐隐约 听到刘乌烟的男男声 我到底做了什么 为了这么个男人 但这和我也没有多少关系 义统成见自己得上所愿 也不在一场河 抱着徐总的脖子 就倾了上去 徐总被红了下 没有得到股份的人抬起了头 好奇接下来的剧情 也自然乐于对徐总调逝 但该属于我和福报吧 谁也别想强 一腾成面不围曲 徐总乐于掏小浪 腾成那里各种东西的钱 这里面的应该够 说完又对着我 有些友 接过了卡 那就共和徐总 高楼所顾运检 回到大学时 说会对他后果不得无量 惊讶地看着我 但很快又有些消息意义 那年终奖呢 不是那种狠压诈鱼 的老板吗 没人中拿着包销了 敲他的口感 你在问年终奖就不翻倍了 处理联名高额 再次得到一腾成的消息 还是处理分析的 徐总是说家财万贯 但也从来没有闲人 之所以被一腾成出的 你不过是看上了一腾成 那好样的好身材 以往有柳无烟 再吃不到 现在吃多了 自然也就逼我 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 没了徐总还有李总 没了李总还有王总 一腾成好快 就成了圈里人人 喊打的军事 最后染了命 死在了冬日的小巷子里 好巧不巧的事 也是那日后 柳如烟彻底地离开了 自从那日 见到了一腾成的另外一面 柳如烟就彻底闪没了 很多次 我都会忘记自己身边 还有一个阴魂不散的柳如烟 但好在我也不在意她 每天过得自在 人吗 快乐最重要了 番外 一放十几年过去了 长大后越发美丽的福报 因为一张大学入学军训照红变了拳王 出于对演习的兴趣 福报几番考虑后 进入了娱乐圈 在这件事情上面 福报显得很倔强 我提出相同的关系 帮他找好些的剧本 他不同意 自顾自在娱乐圈里 从小角色做起 不管是紧紧奥一字面的丫鬟 还是站住戏锦的美中 福报 因为陈静飞 中的戏锦 他的游戏 也很不快 唯一的办法 可能就是 福报建设了回家的次数 又是一年下午 福报从剧组过来 跑到我面前 都不愿不愿意 和他一起参加作为 这是一个情景相当作为 主打的是相助 我好久没有 我能够出去的事情了 只想他带着白卦一起去 在外面 福报是受万千粉丝 喜爱的顶楼有空 在我面前 福报一直都这样 乖巧懂事 具有是不是撒娇 或许是担心我不同意 福报抱着我的胳膊晃来晃去 爸爸 行吧 我答应后的第三天 别说你就迎来了拍摄组 基总 我们是爱录制仙导片的 福导演有些心虚一样 推了推自己的眼睛 福报已经提前后 说了这件事情 跟着福报 做到了镜头前 工作人员为了 是海岛 因为是暗的 一场 人的昆明 草木清炊 我身边 完了一会儿 便闪烁着坑 妈妈 笑着 妈妈 福报成长中 很少让我担心什么 他有自己的思考 也会自己考虑得 娱乐圈 是福报考虑了很久的事情 福报继续进入 自己两个月休息 离开几波打身边后 我没有如我预想的一般 掉入十八层地狱 受尽折磨 再次睁开眼 我回到了和锦伯达出狱的高中 走在我前面不远的锦伯达 戴着黑矿眼镜 穿着一身简洁的校服 和一旁的朋友 肆意地笑道 前一是 我就是这样 将钥匙扣往前一扔 然后借着剪钥匙扣 把紧了一些 时不时敲敲 反而因为不用鼓 在高考之前 便被搞笑 可是我怎么 也只考上了他 我和他的距离 成为了惹人七八个 大几坑的废物 是在我工作 掩蔽后 不能力的 我 订单是 送我去格格部 好的 我马上 一腾城光着膀子 从一腾城家里很 吸了一口气 脑海里 心灵无间的 一个臭松外部 原来我就要走 不断闪过 的 手机很宽 我苦笑着 陪着我打最新一条 看 开局别抽拉斐尔 如果你开局 就抽到了拉斐尔 那么你是真的黑 有些人 真是狼心够废 跟我一起发传单的 轻轻替我不值 繁华的商场中央 被布置成了求婚现场 在成片的七七 我和华海中 周嘉安安安息下位 神奇的灵魂 紧紧提反眼前 小智一身上 欺负神仲 小智一感动 严谈单位 大赢得救 上一时 他在这一步 大手附近 机终的上前 周嘉安 能勤勤感叹 舞台中央 二人能在 能勤勤同队 而我传着发来的坚持服务 心思滴力的纠缠 远发想让他 坚定无疑的感情中 有平安交争 巨大的邮家 杂杂了身上 我看见周嘉安 下一时在 九十一复杂怀 二十年的陪伴和执念 终于化绿腐朽 我被加成的重伤 我没能送进 永远就断了气 此刻轻轻拽紧我的手 但又能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 好像是个无法化 他就被把盖子捡住 然后扎了个胆带 想到上位是 所有人都吃过了同意 而他 对了大部份 也仍然去复了退 我被眼眶里面就好 伸手给了他 一个大的领导 他能不能 反手叹了开我眉 这身上来 抛退的难度是 咱们不来回来 我笑着应声 听一道 不难 生死不糟 是真的不难过 穷人的爱情 一向考验人生 更何况是曾经 活在处备箱里的商业 他的朋友开始上前来 有些人甚至已经 站在了乔治艺里面 田育 配不上他 别把自己都会太难看 现在只有乔家 和孟佳安 重振着正价 你那么爱他 怎么忍心 看他活得那么辛苦 佳安根本就不爱你 对你只是责任吧 别总是一厢情愿 勉强他 是啊 一直都只是 我自己一厢情愿 请亲戚的 要跟他们理论 去被我拦住 看下走过来的佳安 又轻轻点了点头 祝你们幸福 他的脸上 伤不一丝错诺 眼神有心一副 说完我干脆利落的 孟佳安 我后面肯定有闹 我离婚身后的新鲜岁鱼 将铺牌和传单 都和别人上家后 离开了上场 周佳是我的资助人 我是贫困山区里的孩子 父母早晚 和年外的爷爷相遇为敌 在一次电视台 举办个平衡当复复处中 年幼的周佳安选中了我 八岁的年 年过世后 周佳将我接回家收养 那是我第一次进城 我迅速地站在周佳的 变数小块人中 球线上托了一个大洞 大脚趾同期待能抓到出来 自卑的我 低着头 大开眼看人 周佳全能任何别人 从那天起 也就成了周佳的一员 周佳安 周佳安 却是极好的人 是我们的基础 对我们的同爱 留上我们自己的本子 可惜好人不着面 十二岁那天 周佳同志失败 被罪债最大交通办法的周佳 疲劳驾驶等上警察 连任戴车 养了脚重 但平时好 周佳安 却运车了很久 直到大学 只说积枪手中 周佳安的债主 与一致的警力 两个人都去上大学这件事 变得极为不现实 在他惊讶的狐狗中 不将生命都不去 终止出四六分岁 将你去上大学了 正前命令 周佳安 不是周佳 不处聊大神 可能更早的时候 就出去家人 承认现在过的是 什么样子的生活 不算周佳安之间 注定有个人 要牺牲的怀 不选择失败 大学四年周佳安 几位运 专业科技能 两个人不分自立一页 拿了奖学金 第一时间交流 但我不要忘心 那时候回来 大人三分 来天在大费店 做咖啡 晚上在便利店里收入 中间插着锅 他去上市的客户口 促销员 生命都不敢去医院 不过在辈子的银行 可不管我怎么努力地挣钱 都填不上周佳签下的费 有一次是在台北 明明不复就一红 在接着不夸带里 挂了一身的口子 到医学以外 回到组组的地下室时 突然回来 同家人们紧紧地装住 严厨做人又不光复 我所做的这一切 从理想不过 要他回答 可他却亲了我 那一刻我心里 逆藏多年的种子 骤然发了哑 周佳安大学天大年 他以为你的成绩 进入了教师集团 随着这几年 他的部位高盛 我接上的担子 还轻松了一些 我辞了晚上的活 在家复习期功课 想要自考的本品 同时 也为了缩小 和周佳安之间的差距 我跟着周佳安 参加过几次谈部的聚会 他们交谈上官 我却一句话 也插不上嘴 回来后 我下定决心 要好好尽其学业 跟上他的脚步 请请示我在咖啡店的同时 一路看着我周佳安 走到现在 他小声提醒我 小韵 你们家周佳安长得好 能力也不错 在外面不知道 有多少小伙子家的影哲 现在点击也不小 每天都找个时间把证明 别的回头都没听过去 周佳安下班回来后 我以为他提了一嘴尽风的事 他却淡目的转移了话题 我以为是他工作太累 压力太大 便没有追问下去 可是接下来的事 却出货了我的意料 周佳安下起了暴雨 咖啡店交了班后 联邦去给家班的周佳安送伞 却意外看着他会一个牌 走不出来 两人又说了有扫兵上车 手中的伞 不知何时跌入在地 又有迷路满头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那晚我等了很久 直到凌晨 忘了他才回来 他去哪 他疲惫地捏着明亮说 加班到现在 你撒谎 我的声音变得尖锐无比 那天我们闹得很僵 最后他摔了回去 再一会儿回来 我给他打 老婆承诺 只是为了玩这个休闲有效 尤其你女儿 就要请十分 如果你随机到了天赋机场 也会让她别担心 我们还有休息公罕间 说个电话 他都不接 去他公司楼下等他 碰到熟人 才知道他出差了 和老板的女儿一起去的 一个月后 他终于回家了 却是来收拾行李的 在我直拗的阻拦下 他烫了口气 小玉 我们两个就算打一辈子的工 也还不起周家签的债 这些年我真的累了 我再努力 也底部别人有累计 熬了我同校的业绩 说强就被强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整个人遭累积 不可置信的看了眼前的周家 我从小过的就是好人子 这些年后不懂 周家的一切 我迟早都要买回来 小玉 你帮不了我 他总的决然 被你坚决又不紧 抱着被子 活了一整夜 到周家后的前十年 我的心里不利 后十年 我的相依也不利 他的时间里有过很多人 可不去找他一个 我都死心 后来又找了他很多次 身头挽回 他却始终满而不见 轻轻看我太过退废 将不应该去新开的商场 发发传单 顺便散心 结果碰见了周家安的求婚现场 我意外被登价砸死 可能是我活了磨闹 死得也磨闹 所以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上一次我的世界 几乎都是围着周家安转迷 这次我想为自己而活 平静地离开商场后 我回到了家 一边打电话告诉房东退房 一边开始收拾行李 我在这座繁华的大城市 生活了二十年 曾经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 可如今没有